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样独特的食材 让现场惊呼连连 好漂亮 这下刀啊很讲究的 这刀工 你看 这个就是运动的猪 一会儿吃这个肉 回锅肉 回锅肉 又是什么样诱人的美味 让嘉宾现场失控 很漂亮 它还是三层的 怎么样 已经变颜色了 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真的超好 太好了 我吃这个也知道 今晚超级菜单大比拼 挑战2015最强下饭菜 马上揭晓 有请超级美味代言人 林一伦 果儿 超级美味 让你开胃 大家好 我是果儿 今天我要为麻婆豆腐代言 大家好 我是林一伦 小明回锅肉 今天我要为回锅肉说话 隆重介绍我们的超级吃货团 让我们欢迎美食专家刘志玲 最怕挑剔的吃货 货书哲 精打细算的小鲜肉杨森 还有能吃会吃的常青 以及我们美丽又爱吃的浩浩 今天同样也有两位美食大来宾 跟我们共同来见证两道美味 这是谁呢 欢迎演员车永丽和中国好声音 哥 玉森 好 掌声一起 爱情呼叫转移 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三个未婚妈妈的演绎 让她荣获巴黎中国电影节 最佳女演员 她就是人气演员车永丽 她的专辑《三天三夜》 增产连各大榜首冠军宝座 创下破译彩零下载量 她就是第一季《中国好真音》中 脱颖而出的唱作型男歌手 哥玉森 今天说两道菜 一道是麻婆豆腐 一道是回锅肉 对哪一道印象比较深刻 都喜欢 我觉得麻婆豆腐好一些 好 天 再见 你不要测缓我们的对人了好不好 这个你呢 你是喜欢吃什么呢 小时候我爸爸教我做饭 我学会的第一道菜 就是做回锅肉 哦 但是这个儿时的记忆 对 这个永犹新鲜 所以你心中的这个超级美味 肯定是回锅肉对不对 当然啦 哦耶 好 再次欢迎你们的到来 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的比拼正式开始 麻婆豆腐 回锅肉 谁才是你的超级美味 耶 规则说明 现场七位嘉宾 通过三次战队 选择自己所支持的美食 最后一次战队 所获得支持人数更多的美食 为本场超级美味 支持者可以尽情享用 而另一方失败者 只能扫地洗碗啦 现在01轮将会为你呈现 什么样的回锅肉呢 听说米饭和下饭菜更配哦 听说米饭和下饭菜更配哦 当回锅肉邂逅白米饭 身陷热链无法自拔 当白米饭遭遇麻婆豆腐 一片痴心地老天荒 你们来告诉我 哪一个跟我更配 新鲜七片的肉片 无道理火焰油花之间 葱 姜 蒜 蒜苗 被油脂爆香 一葷一素 一青一红 香得益彰 让人食指大豆 加起一块 加裹上米饭的香气 撞击着你的味蕾 米饭米饭 回锅肉和你更配哦 而张扬果儿 又会为你呈现 什么样的麻婆豆腐呢 麻婆豆腐和米饭是配的 爽滑鲜嫩的豆腐 穿上豆香饭 与辣椒的外衣 唇齿留香 肉末爆香点酥 提鲜加味 多层次的味道 与米饭搭配 让人欲罢不能 米饭米饭 麻婆豆腐才是你的真命天子 回锅肉 麻婆豆腐 谁才是米饭的菜 我都爱吃 怎么办呢 看完有数了没有 现场七位吃货团的成员 赶紧下一下决定 看要不要支持我们的麻婆豆腐 赶紧行动起来 没错 回锅肉 麻婆豆腐 选出你的超级美味 开始 第一轮战队 麻婆豆腐收获了五位吃货的方心 而回锅肉却只赢得了两票 这让咱们的回锅肉代表林一伦急坏了 看见我了吗 这边是麻婆豆腐 你不可能 你这 小鲜肉快过来 快点 不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怎么就俩人了呢 也不差一个是吧 我都不要吃了 弟弟 给点面子 我一会儿给你做好吃的回锅肉 我们整场节目 如果回锅肉真的有实力 那最后他们可能会过去 是吧 我们要不先听听大家 为什么那么选择 按道理来讲呢 我应该是爱吃回锅肉的 为什么你说按道理 你应该选回锅肉呢 你跟回锅肉有什么联系吗 肥肉不腻呗 因为他要以肉捕肉 你知道吗 这个豆腐呢是低脂 其次它里面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对 而且口感也很好 不选他选谁呀 对不对 就是呀 我为什么选豆腐啊 这个理由有三 过去说了五骨为养 你是吃乌乌咱俩长大的 五骨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书 书是什么呀 就是豆类 所以我们老祖宗的那个味蕾记忆就是什么呢 那实际上肠胃的核心记忆就是豆类 第二个理由 那个过去圆梅说的一话 叫豆腐得味儿远胜燕窝 虽然它原料看着不值钱 但是要做好了 比燕窝还好 真的呀 这个第三个理由 为什么我选豆腐呢 因为我姓刘 发明豆腐的人就姓刘 怀恩老婆 我被老祖宗捧个场 哇 原来 那你听听我们这两位专家 人家为什么选择回锅肉 回锅肉吧 我觉得它不仅可以 就是一口回锅肉 一口米饭 更主要的是 可以把回锅肉和米饭搁在一起炒 回锅肉炒米饭 太好吃了 回锅肉炒米饭 对 回锅肉炒面条 对 哪有这样的吃法呀 我自己想的 非常害羞 我想的这个 选麻婆豆腐的朋友 肯定会后悔的 因为大家看到 接下来这个小片呀 就知道 我们的回锅肉 有多厉害了 来 请看 四川 传统与现代 在这里融合 快节奏下的四川人 有着闲适的慢生活 以灵灵的水来爱 在茶亭 在公园 悠闲自在的生活状态 随处可见 调和它的是刺激的味道 麻 辣 四景 这就是川外的独自魅力 最让人欲罢不能的川菜之王 当然是下饭的回锅肉 鲜 优质粮食酿造的酱油 鲜甜浓厚 鲜 发酵多年的豆瓣酱 吸收了天地的精华 酱香浓郁 辣 红油炒制的豆豉 热情奔放 香 新鲜蒜鸟的清香 被热油逼出 鲜咸香辣的混合 正是回锅肉的精髓 新鲜的猪肉 一刀去掉肥尾 第二刀就是最适合做回锅肉的 二刀头 大块的猪肉放入废水 滚过一水的猪肉 肉质变得更加紧实 肉切薄片 蒜苗成段 豆豉剁渣 滚烫菜籽油的催化 让大片的猪肉急速收缩 呈现出烤丘的燈炸窝 豆瓣 豆豉酱油的作用 成就一种鲜香 老辈留下的传统 将新鲜的蔬菜 加入煮锅肉的水中 就成了连锅汤 米饭泡菜 连锅汤 回锅肉的标配 肉片包裹着米饭 肉粘杏入饭中 泡菜巧妙地化解了油腻 最下饭的美味 当然是回锅肉 大家看了这个小片后悔了吧 是一种煎熬 麻辣鲜香它占了三样 更重要的是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 这个回锅肉是咱们八大菜系里边 这个回锅肉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 而且是申报了这个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 很多厨师烤川菜的时候 要烤鱼香肉丝 还要烤回锅肉 没有说您烤试来 你给我炒个麻婆豆腐吧 后悔了吧 我跟你说等一下 后悔倒不至于 但是我们也可以放宽心态 我们以包容的精神去看一看回锅肉 去见识一下 没问题 今天我请来了这个超级掌勺人 就是我们杨勇大师 那他是从业二十多年专 专精穿菜 我以为是专做回锅肉 对 专做回锅肉二十年 掌声有请杨勇先生 回锅肉超级掌勺人 杨勇 知名川菜大厨 拿手菜 回锅肉水骨牛肉 杨先生 听林哥说 你专做回锅肉二十多年 我想多问一个问题啊 您是不是专吃回锅肉二十多年啊 应该不是专吃一边做一边吃 我是先吃了 长大了再做 对 那这个如果做一个回锅肉呢 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调料 最重要的是调料 那调料里面哪个是一定要在里面做 豆瓣酱 肉啊 当然肉了不用问 都说了是调料了 先说调料 调料啊 太难了 刚才呢我们杨勇大厨已经介绍了 是豆瓣酱 豆瓣酱呢 而且做这个回锅肉 好像只能选一种是吧 对 地道的皮线豆瓣酱 皮线豆瓣酱 看看我们皮线豆瓣酱 这就是我从老家带来的 皮线豆瓣酱 秘密武器 皮线豆瓣酱红油 我先给我们的这个战友们尝一尝啊 先不要告诉我们 一会儿来咱们大家共同分享啊 你注意口水不要掉进去了 你看 你看那表情啊 车小姐 味道怎么样 太好吃了 好吃的不得了 这臭口感是它那个好像跟平常吃的不一样 为什么呢 然后它到这里之后会产生很多口水 然后那个 没错 产生口水那就是因为鲜嘛 鲜味出来了 然后它那个还有点咸和那个辣的感觉 还不是特那种那种辣 是个香的辣 马上就挑动了你的食欲 对 这时候就想来五碗米饭 对 也不减肥了 只能配回锅肉 一会儿我们用这辅料来炒这肉 看它能把这个回锅肉炒成一个 怎么个鲜辣香 好不好 行 各位刚才呢说到皮线豆瓣 其实咱麻婆豆腐也是要用这个辅料的 我不给你用 你就不是正宗的麻婆豆腐 我们自己背 说谢谢 我们自己背 谢谢 有点爱 着急了 杨勇大厨仅仅拿出做回锅肉的调料 就已经引得现场口水直流 那我们的麻婆豆腐 到底要有什么样的风采 才能收获吃货们的芳心 来稳定战局呢 各位稍安勿早 不要被回锅肉迷惑了 我们来看一看麻婆豆腐的风采好不好 好 好 来小片奉上 这不是一份素菜 麻婆豆腐必须是麻辣在前 花椒不能炒 只有在豆腐起锅时 再撒上花椒末 花椒的香味被豆腐和红油的热气逼出来 麻香四溢 花椒一定要用当年汉原进贡朝廷的贡椒 麻味纯正 庆人心脾 当年可是有无上好花椒 麻婆豆腐 命停不卖的说法呢 一道绝点的下饭菜 自然不是仅靠麻辣那么简单 上好的牛腹肉 瘦肥筋各三分之一 剁成讲究的肉末 温油下锅 煸到兔油葱姜 一颗颗一粒粒 入口就酥 沾牙就化 接下来就要到绝对的主角 豆腐了 选取精选的是南豆腐 虽然烹制难度较大 但汤汁入味 口感滑嫩 麻婆豆腐浇在米饭上 焦麻香气迅速弥漫开来 坦坦的豆腐在勺下凤裂 混合了酥香的牛肉粒和滚烫的红油 伴随着汤汁挤入米饭的空隙当中 一勺咬起送入口中 咀嚼咽下 那香味不止滑过喉咙滑到胃中 更滑到了美味食客的心里 绝妙的食材 讲究的配料 几百年传承的手艺和火工 麻 辣 烫 香 酥 嫩 鲜 集合了所有川菜精华的麻婆豆腐 必定是米饭的绝配 掌声鼓起来呀 麻婆豆腐都出来了 好香 如果它是适时的话 我可以给鼓掌 但是那吹牛怎么 它就成川菜之手了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 专做麻婆豆腐 五十年的好不好 好 欢迎黄国辉师傅 欢迎 帅 麻婆豆腐超级杖勺人 黄国辉知名川菜大厨 拿售菜麻婆豆腐鱼香肉丝 黄师傅您都六十多了是吧 吃麻婆豆腐变年轻了是不是 对 有这个功效 专做麻婆豆腐五十年 来 大叔告诉我们 我们麻婆豆腐的辅料是什么 我们麻婆豆腐的辅料是牛肉 牛那么大一只 全身那么多部位 我们用哪个部分的呢 牛蹄子 用牛坐垫 牛坐垫那个部位的 牛坐垫就是 牛躯部是吗 牛躯部 牛躯部 你家带过来了吗 带过来了 这已经是去皮了 对对对 我们这个牛肉 是选自四川那个大梁山的 黑牛肉 所以它更加有营养 选料比较好 对对对 麻婆豆腐相传是青铜制初年 成都市北郊范福桥一家小饭店店主 陈富春之期刘氏所创制 刘氏面部有麻点 人称陈麻婆 他创制的烧豆腐 则被称为陈麻婆豆腐 成都通览记载 陈麻婆豆腐在清朝末年 便被列为成都著名食品 现如今麻婆豆腐 已成为风靡世界的川菜民谣 说了这么多 还是赶紧来看看师傅 是怎样制作麻婆豆腐的肉馅吧 所以让师傅展示一下 我们怎么样切这个肉 切的时候先切成片 切成片之后再剁 这样使它的牛肉的口感 更加有嚼劲 这肉的颜色真好看 而且还肥瘦相间 这是一块非常新鲜的牛肉 要把它剁成什么样呢 剁成片之后就剁 这样的话 让它的肥瘦就均匀一点 老师 你这真不是随便在剁 老师虽然是在剁 但它都在一个纹理上剁 他有节奏呢 你看他 有那种 有叠的声音 来 贵森 就着这个唱首歌 就着这个节奏 就在笑话 剁刀吧 让我们果儿来试试 来啊 怎么样 特别像专业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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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不错呢 特别像专业 哎呦 我天呐 你们刚才介绍了你们的牛肉 我们还没有介绍自己的这个食材 那我想问问果儿 平时你这个出去玩啊 你是开越野车呢 还是喜欢这个骑自行车呢 还是搭公车呢 那是要看去哪儿了呀是吧 上山下海 你喜欢什么 那肯定是要越野车呀 越野车是吧 对啊 你其他车也去不了呀 哎 没错了 不是 这跟你们的食材有什么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我跟你说 你要忽悠吧 哥 我真没忽悠 因为今天啊 我们的特选食材呢 就是越野 川菜之手 回锅肉 为了做出 符合超级美味标准的回锅肉 我们必须首先找到最适合的猪肉 我们是在郊外 它那个猪呢 就是整天的在山上跑 我们叫它是越野猪 这个猪的肉质 它是香 落 滑 根据当地美食家的指点 我们驱车来到了南山 寻找一种越野土猪 山中穿行几十公里 我们最先看到的生物居然是它 悠闲的样子 好像它们就是这座山的主人 这会是我们要找的越野猪吗 三十岁的羊弟和二十三岁的腾云 曾经都是公务员 虚木专业毕业的他们 觉得一生所缺 无处施展 干脆一起辞掉了收入稳定的工作 跑到深山里培育了越野土猪 这种越野猪是家猪和野猪的 直接杂交品种 因此还留存部分野性 坚持每天越野四小时 每年猪的运动部署可绕地球一圈 每天上山遛猪 使猪的肉质更加紧实 猪皮更加厚实 脂肪更加合理地分布在肌肉当中 放养在大山里的黑猪 吃着野花 嫩草和中药材长大 山风和云气的净润中 培养出干美肥鱼 丰润细腻的肉质 漫山遍野的鱼青草 板栏根 苦薅 是天然而又安全的抗生素 能够清热 消炎 抗病毒 能强健猪的身体提高免疫力 为越野土猪提供了最好的天然饲料 越野猪肉肉质粉红紧实 层次分明 质感油亮 脂肪均匀地分布在层层激励中 细腻的纤维呈现出清晰的大理石纹 不加任何调料 也能逼出肉香 这种猪肉炒制的回锅肉 肉质融合鲜辣口感 爽滑鲜嫩 香味浓烈 回味悠长 对优质猪着迷的两兄弟 培养出美味的猪肉 这就是最适合做回锅肉的 越野土猪肉 所以说呢 刚才看了这段视频之后啊 大家发现啊 这个越野猪其实是一只伟大的猪 刚才看到我们这歌玉森啊 是痛哭流涕啊 是吧 为什么呢 我们这只伟大的越野猪 每天坚持行走四小时 就是为了这个师医生我一人幸福千万家的这个理念 你得越野猪已经上来了是不是 就在这儿了 对 百文不如一见 让我们坚持坚持 让我们坚持坚持 让我们坚持坚持啊 大家坚持一坚 好 坚持坚持啊 坚持坚持啊 好 坚持坚持啊 坚持坚持啊 好 坚持坚持啊 坚持啊 坚持啊 好 坚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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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妈呀 这太生猛了吧 一大坨肉啊 对 今天坚持坚持 我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纹鲁啊 这跟牛肉一样啊 这个也是要讲纹鲁的 大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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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鲜肥后瘦 请问它是哪个部位 这是应该是腿肉吧 大腿肉 幼大腿 我这个就看不出来 它这好像有磅骨 是不是 后臀肩 不管是什么肉吧 我们想尝鲜的话啊 用这个最古老的方法呢 就是把它切成薄片 用水涮一涮就可以吃 但是为了体现这个猪的风味 这个越野猪的风味 我们今天换一种做法 怎么弄 我们请我们的师傅呢 把它小煎一下 这样的话呢 也能够尝到这个 这个更丰富的口感 一会儿吃这个肉 腿肉肉 腿肉肉 来到我这儿还管 来到我先去啊 你看这个杨勇师傅这下刀啊 就真的是 这个是很讲究的 对吧 这个薄厚一定要均匀 对 而且每一片基本上 都可以量化啊 标准化 对 这个必须要标准 最高功 最重点是老师每一刀切的 不能太厚是吧 这个是我们这个能够吸引 另外那五位的唯一手段了 抓住这个机会 给它们做香一点 好 手段 一会儿还有一次选择机会 你看这个就是运动的猪 说明它经常走路 所以它的肉还是比较结实 麻婆 我现在有点心动了 我有点心动 有点想 它虽然有肥肉 但是这肥肉你能看到 它那个油花没有那么多 你如果饭油出来就不好看了 也不好吃 我们用火煎一下是吧 哦 老师这个要多长时间大概 杨勇师傅 这个煎需要三分钟 哇 太好了 耐心等候 小火煎 三分钟 大火煎焦了就不好吃了 你干嘛 三分钟你想化化妆是吗 不是 我先擦擦筷子 擦擦筷子 因为刚才这儿已经有 好多葛玉森的口水 哦 真的很薄 好香啊 就似乎你从回锅肉 一片一片的这一面 可以看到那一面的东西 是吧 比较透 很薄 很透 这香味一下就出来了 出来了 它哭起来了 像小灯笼一样 哎呦 选择麻婆豆腐的 你们现在再选择 还是不晚的 后悔死了 有一点点忧郁 后悔死了 不再后悔 就是有一点点忧郁 没关系 没关系 事实上真的是有后悔 因为一会儿 我们还有第三次选择 如果你要给我五片的话 我一定会站到你那边 我给你一块 我把一整块都给你 碗里还可以把生肉带回家 生肉可以给我 我带回家吧 我拿个盘子 哦 已经变颜色了 面对林一伦的层层糖衣泡蛋 再加上香气四溢的 香煎越野猪肉 麻婆豆腐的吃货们 还能挺得住吗 香酥又Q弹的越野猪 试吃时间马上开动 我还是到麻婆豆腐对去吧 你别吃那么 对 一块就够了 焦焦的 每天坚持行走四小时 这就是我们越野猪 为人类所做的最好的奉献 真的 好好吃啊 真的好好吃 真的超好吃 云坚美味 太好吃了 我牙口很好的 因为我人生中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吃 看起来 真的好好吃 太好了 快了 我吃的是野猪肉 这种肉我第一次吃 确实就没有那个那么腻 其次呢就是其他的猪肉咬下去吧 就咬下去了 但这个很有弹性 真的难了 这我不知道是老师的手法问题还是怎样 我都觉得它那个猪肉特别焦焦脆脆的 是 就是嘎巴脆那种 我们的这个主料介绍完了 看看你们带来什么样的 你们的猪会奔跑 我们的豆腐会跳舞 不可能啊 你信吗 不可能 有活的豆腐吗 谁看过活的豆腐 我们的豆腐们 跳舞给他们看看 豆腐的品质是麻婆豆腐的味道秘药 为了做出顶级的麻婆豆腐 我们必须找到 集合香 滑 弹 嫩的顶级豆腐 据我了解呢 这个到了这个重庆 有一位专门制作这个豆腐的这个高手 然后呢 这个它呢 就符合咱们这个超级美类的标本 和一般的豆腐不同 张家的豆腐是淡绿色的 我们家主传的豆腐 所以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选用的是青豆腐 青豆腐煮出来的豆腐比较稀冷 而它有个独特的清香味 就像所有念旧的重庆人一样 张勇对传统老手艺的坚持 近乎执拗 他觉得食物应该是有感情的 机器做出来的豆腐 永远不会有手工做出来的韵味 食墨墨豆腐 没有电机发热的过程 保持了豆子原有的清香 而青豆磨出的细腻豆浆 有助于形成豆腐爽滑的口感 要想做出张勇心中的顶级豆腐 还有靠他的祖传秘诀 就是他 张师傅告诉我们 在重庆附近的深山里 有一口双龙泉 只有双龙泉的泉水 才能磨出他们祖传的泉水豆腐 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要做出最好吃的豆腐 必须是夜半时分取来的双龙泉水 祖辈的传统被张师傅 谨慎地传承着 没有缘由 没有质疑 也许这才是张师傅 隐藏在心里的 关于泉水豆腐的味道密码 用了上百年的老石墨 历经沧桑 彰显记忆 饱满青豆 转化成缓缓流淌的豆浆 被点化成型 张师傅将用它 传承三代的老手艺 给我们磨出一块 制作麻婆豆腐的 豆腐之王 类似果冻般的爽滑口感 Q弹嫩香 麻与辣的口味 在爽滑的豆腐上 融合交汇 这就是今天的超级美味 泉水豆腐 没骗你们吧 是不是在跳舞 好Q啊 你看就这样 对 那个有点 你很弄吗 长青 你知道 手艺人啊 真的是需要情怀的 你看看人家 不用一般的黄豆 一定要用青豆 第二呢 人家普通的机器 一定要用石墨 第三 不用普通的水 一定要大半夜的不睡觉 去取泉水 来 让我们看看这个泉水豆腐 来 请看 好漂亮啊 又是什么样诱人的美味 让嘉宾现场失控 很漂亮 它还是三层的 来 让我们看看这个泉水豆腐 来 请看 有首歌其实就是唱他们的 你们知不知道 泉水的豆腐 泉水的豆腐 不是这样的吧 不是这个吗 泉水的 太棒了 要青色的 能够摸一下吗 你知道这个豆腐 为什么这么轻吗 因为它选择了青豆 好香 好像那个冰淇淋蛋糕 我真的是 好香吗 特别 木丝蛋糕 对对对 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滑吗 因为它选择了全水 好香 那个过去讲 一提到豆腐 就是说谁发明的呀 一般那个本草纲上 就这么写的 叫淮南王留安 是汉代的 淮南王留安 这个人读信那个道教 所以他就讲究炼丹 他在炼丹的过程 在配方的过程中 无意把炼丹的配方 其中的化学成分 掉到了那个豆浆里 无意的 无意的 形成了一种什么呀 就是像你说的化学反应 产生了凝固 这就是我们豆腐的发明 它叫八宫山嘛 北山那个地方 北山下面就有一个 叫做珍珠泉 当时它就用了 珍珠泉的泉水作用 所以这泉水豆腐 至少在汉代就有了 这个豆腐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对啊 对 因为我们好多做的东西 都是什么呀 就偶然得知 哎 这个样子 这个豆腐呢 为了让大家知道 它有多么多么的嫩 我可以先给你们做一道甜点 让你们开开胃 甜点 甜点 因为这个豆腐 它特别的嫩 所以这个改刀的过程呢 就稍微轻一点 嗯 但是您做这个 刚才说的是甜的是吧 对 真的特别像果冻 它这个过要我们做一个 豆腐不丁 像一个抹茶的那个蛋糕 对 对 因为这个当法很像 那个杏仁豆腐的做法 哇 很漂亮 它还是三层的 你看它是夹层的 三层的 蛋糕 淡绿 白色淡绿 对不对 白的豆腐 它特别的有营养 它营养成分在里面 特别的养生 因为它青豆做的嘛 青豆一样价值很高的 没有 青豆和这个 主要还是那个矿泉水 没有什么也的 直接放糖就能吃啊 对 放糖 然后用那个 火 火腔管的那个 这个就有点像 这个焦糖布丁一样 对对对 把这个糖做成焦糖 你怎么知道我要做焦糖布丁 是 你要做吗 对 我就做这个 好 就是这样 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的救手法 准没工作给我做好了 好 小心别放在自己 关键性的一股啊 对 这个虽然这么大的火 但是 哦 它要把糖给融化掉 对 就是焦糖了嘛 哦 棒棒的 就像那个青色的蛋塔 绿色蛋塔 哦 好棒哦 把自己带沟里面 哦 好吃着呢 它会有鸡蛋的味道呢 它蛋白嘛 哦 它是植物蛋白 我刚刚要说 特别像鸡蛋羹 怎么样 好 这个豆腐一个是滑嫩 另外一个 它由于喷了以后 那个焦糖呢 还有一种酥脆感 嗯 所以说口味还比较丰富 但是您吃过这种 用这个青豆腐做的 这个麻婆豆腐吗 没有 没有啊 我也是真没吃过 姑娘 你就别难为自己了 真的很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 超好吃 会跳舞的泉水豆腐 那么我们的麻婆豆腐 回锅肉 选出你的超级美味 第二轮战队 回锅肉 仅用一片香煎越野猪肉 成功引诱两位吃货成员 暂时以4比3的成绩 完美逆奇 而我们的麻婆豆腐 是否能够顺利搬回 最后一局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看 一 二 三 四 五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可以到那边 打探一下敌情 没有 我刚刚是因为 我看了一下那个屏幕里面 我在浩浩旁边 显得我好黑 因为浩浩白嘛 所以我要坐在他旁边 因为你说在选择的时候 我真的 我感觉有人在牵引我一样 你看 我就 我就被蹬过来了 是因为肉吗 对 因为那个SUV那个肉 你知道吗 野猪肉 口感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我没办法 你想想那么生 就煎一下都那么好吃 你说做出来得多好吃 太好了 太好了 长庆 长庆 长庆小野猪代言人 好了 各位吃货们注意了 接下来就有请 我们的两位大厨 为各位烹调 两位地道的下饭菜 开始了 来 加油 加油 每天奔跑四小时的 越野土猪肉 和祖传的手工泉水豆腐 究竟哪个 才能获得吃货们的芳心 而有着精湛刀工的杨师傅 和记忆超群的黄师傅 又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呢 让我们赶紧来看看吧 我们这边开始制作 回锅肉了 我们正宗的回锅肉 专业做回锅肉20年 这回锅肉一定要 现在蒸得怎么样 蒸得刚刚好 刚刚好 隔水蒸 隔水蒸20分钟就可以了 千万这个蒸的时间 不要过长 隔水蒸20分钟 隔水蒸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 第二天吃也可以 我们这个坚持每天行走 四个小时的越野豬 我吃完以后出去走四小时 这个因为我们的师傅 要把这个手法高超 记忆一旦 所以可以这个热的时候 就切着肉 你看看我们的黄师傅 是气定神仙 加油 马国豆腐加油 加油 好了 我们的豆腐已经下锅了 快来看一看我们这一锅 小火炖得咕噜咕噜 特别有生活的味道是吧 对 因为这个豆腐就要切得骰子大小 大小合适 骰子没这个大吧 对 因为这个豆腐特别嫩 因为太小的话它就容易碎 刚刚我穿水的过程当中 我放了一点点盐 这样使它豆类里面的蛋白质 更加的凝固 豆腐就更加的滑嫩 而不容易散 其实这是一个小跳门 对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做麻婆豆腐 跟豆制品有关的东西 只要穿水的时候放一点盐 对 就完全去掉它的豆腥气了是吗 对 这边刚刚炖上鲜美嫩滑的 泉水豆腐 对方的越野猪肉也要下锅了 把肉放进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平斩斩的肉 是如何成那个灯窝斩的 来 先炒肉再放调料 看到没有 我记得我小时候 对回锅肉的记忆就是 回锅肉如果今天中午没有吃完 到晚上那顿 爸爸妈妈回一次锅 端上来的味道更好 没错 完了你把剩饭再倒进去 一热更好吃 它真的跟其他菜不一样 其他菜都要吃新鲜 吃第一次的 但它是越回越香 对 其实它是非常下饭的对吧 谢谢 这个你在考证 谢谢 这件对回锅肉的认可 谢谢 正当回锅肉的香味扑面而来 我们的泉水豆腐也囤水出锅 怎么做到的 就是中间是白的 两边是青的 有这样的纹粒 它分三次 分三次 第一层是把青色的青豆放在下面 第二层是用的是普通的豆子 那就第二层了 然后在上面还是用青豆 所以它的过水比较麻烦 这个回锅肉在宋代的时候 它是用水煮 到了清朝的时候是隔水蒸 到了现代就是说 它会更注重你的营养 因为你要如果 这个肉用水煮的时间长 它的那个蛋白会受到一些迫害 完了会流失一些营养 就在回锅肉翻炒的同时 我们麻婆豆腐最重要的酱料也开始进行 等一下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黄大厨是放了两种辣椒 对吧 对 它也放的是 那种是皮线豆瓣 鲜椒 那一种是什么呢 二斤条就你刚刚说的 二斤条的泡椒 这个红椒是不辣 但是颜色很鲜 皮亮 哦 麻婆豆腐出来了 它们麻婆豆腐马上就要出锅了 太香了 你们闻到了吗 闻到了 闻见了 可想吃了 可是上面一层 怎么能够裹上油 裹上料呢 晃动就可以了 然后在做的时候 这个豆腐就没得了 不能去搅动它 只能轻轻地晃动 推 这么轻轻地推 这样避免它那个就散 这样才会沉袭 我们很多人在家里做饭的时候 就怕说你这涂湿你煎勺我们不会 但是这个呢还真不用煎勺 一天会散 一炒也会散 就晃动就可以了 就晃动就可以了 真正的主菜 还是要靠我们的生力军 回锅肉 当然了 如果是牛肉啊或者什么 很快就能熟 这回锅肉真的是要越回越香 小火 那个卷会越来越明显 有点干香 有点干香的味儿出来 完了把多余的油倒掉 谢谢 而且它一定要焦焦的 没错 有一个金黄色出来 才会更让有食欲感 哇 加烫色 已经焦了 有金黄色的那种焦味 焦香味 放点这个姜末 蒜末 差不多好了 就可以慢慢勾芡 勾芡 对 但是这个勾芡呢 一次不行 必须得勾三道芡 它勾芡是为了 三次 让它的味儿 这豆腐更能够裹住 它那个汤汁 因为本身我们 其实中餐就是油烟爆炒 才有那个锅器嘛 你好像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厨房的秘密 没错 锅器 这个是广东人讲的 尤其是潮州人 他做好一道菜以后 他会大火 完了不再翻炒 几秒钟之后再关火 这就是锅器 放入了这个青红椒 好看 颜色一下出来了 颜色很鲜亮 回锅肉焦香自溢 麻婆豆腐勾芡收汁 真是让现场的吃货们 垂涎三尺 跃跃欲试 最后放一点青蒜 最后了 可以了 来 装盘色轻轻的 好香 现在我到了 爆炒 哇 来 这里 好嘞 好 回锅肉出锅了 回锅肉 麻婆豆腐 到底谁会是今晚 最强下饭菜 马上揭晓 同志们 到了我们本场节目的高潮了 大家看到色香五味俱全的 麻婆豆腐和回锅肉 都已经在我们手上了 没错 现在我们的吃货团 你们在吃之前 还不一定吃不吃得着 要履行一个义务 那就是投票 支持我们麻婆豆腐的按绿键 对 其实还有一个键是红键 对 你们直接按红键就可以了 因为我发现你们对这个回锅肉 已经是跃跃欲试了 我们没发现 而且电视机前的朋友 扫二维码完了来做出选择 您也可以有大奖拿 那选麻婆豆腐的奖更大一点 选择回锅肉的 您会得到惊喜 我自己奉上给您 那行吗 为了我的回锅肉 我拼了 那 怎么样 回锅肉 麻婆豆腐 选出你的超级美味 大家开始选择 回锅肉 麻婆豆腐 今日对决 你选哪一道 回锅肉 麻婆豆腐 选出你的超级美味 大家开始选择 终极战队 吃货们经过强烈的味蕾斗争 终于投出了自己神圣的一票 今晚最强下饭菜 回锅肉渗出 现在是麻婆豆腐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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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天了 怎么没有渗出呢 谁 哪三 看看有没有渗出来 回锅肉 一 二 三 四 分个回锅肉 回锅肉 回锅肉姐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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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 哎 哎 哎 我们既然赢了 就要请书家来给我们摆餐桌 我们要开始就餐了 来 有请书家 好讨厌啊 这个经过了艰苦的奋斗之后呢 我们终于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我们选择了回锅肉啊 但是说实话这个麻婆豆腐的确是挺下饭 但是因为那节目做的时间比较长了 大家这个时候啊 饿了 饿的时候最想吃什么 回锅肉啊 还肯定是要吃点肉腥的 是吧 五位这个同志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做出了 那么美味的麻婆豆腐 为了表彰你们的亲口爱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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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们有两句话 好 第一句话呢 就是我们的黄师傅 今天书呢 是一种意外 与您的水准无关系 您做的菜还是一等一的好的 第二句话就是我们集体 要送给你们盛方的啊 来 三 二 一 胖不死你 对 没问题 开车 太实力了 好好好 他们都不在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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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脏了 小鸡 你吃得欢 我让你再一次吃得更欢迎 还有那种娇娇的感觉 这个味道是太美味了